太多的烦恼 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个微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静止要真逍遥 我要空到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会保护重要 我要空到 没有空到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考却 超幽抱 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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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帶我去哪裡 沒有, 我看你平時也是一個人 所以想介紹多一點朋友給你認識 待會你就會見到 等一下, 那個女人有沒有來過 當然沒有 大寶 你好, 春小姐 小君, 我向你介紹 這個就是我的好朋友, 大寶 你好, 我叫大寶 我叫小君 小君小姐, 幸會… 小君, 這裡就是我經常向你提起 大寶和小饅頭開的麵包店 他自創了一種麵包叫菠蘿包 很好吃 是嗎? 是嗎? 是呀…我拿點給你試試 來…先喝杯茶吧 麻煩你, 大寶 有沒有事? 我…我幫你抹花 我要洗手間 洗手間這邊? 好… 張少爺 這些是你所說的第二性格嗎? 是呀, 他現在是少君 待會你千萬別說錯 否則很麻煩 看來好像沒甚麼分別 你當然分不出 森儀和少君從小到大 興趣和嗜好都很相似 那你怎麼分他們兩個? 森儀呢, 就互潑開朗一點 少君, 少君就文靜深沉一點 甚麼深沉活潑, 文靜開朗 我可以說森儀就互潑開朗一點 少君就文靜深沉一點 還有, 他們的衣服也有點不同 只要你細心留意的話 就可以分得出他們兩個了 如果你和他逛街 突然間森儀變成少君 發現他自己穿著森儀的衣服怎麼辦 又沒試過 通常他都是睡醒之後 才會變成另一個人 那如果他剛剛穿著森儀的衣服睡覺 起床之後就變成少君, 那又怎麼樣 你這麼多問題, 我怎麼知道呢 到時候就見步行步 春少爺, 你真偉大 只要你真的喜歡一個人的話 無論你付出多少 不過, 你也不會覺得辛苦 在說什麼?這麼好笑 沒有, 看你們兩個這麼好 我替你們開心而已 我們兩個很好笑嗎 好笑 小君, 大寶他沒心的 他不會說話 是啊, 大寶本身性格很好 他還收養了幾個小朋友 是嗎 是啊…我收養了六個小朋友 有 那你究竟怎樣養他們 我孤家寡人, 又要賺錢 就任由他們天生天養 不然又可以怎樣 是啊, 大寶 為什麼從來都沒聽你說過 找一個人結婚 怎麼這麼容易呢 又要賺錢, 想想就行 也不是 現在你跟小饅頭跟伯父都不錯 應該是時候想想的 原本呢, 我有個很好的女朋友 不過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為什麼? 那個女孩子只會找個笨子 我賺到的所有錢, 全都給他 之後他把我存起來 跟那個男人走了 那之後有沒有回來? 有, 一年而已 一年之後他回來了 不過臨走之前 他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禮物? 就是伍寶 伍寶? 伍寶是你以前女朋友的兒子嗎? 那…他爸爸是誰? 總之不是我 當時我看見他這麼可憐 就收養了他 大寶, 想不到你也是這麼慘的經歷 慘不慘就看你怎麼看 我相信我一定會找到一個 又顧家, 對我又好 我又喜歡的人做老婆 大寶, 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 這個故事很好聽 但是我是不相信 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人 我… 對不起, 我先走了 大寶, 不好意思 小君 小君…你沒事吧? 娘 我告訴你 以後這麼無聊的朋友 我沒興趣認識 怎麼了? 沒事 我上去一會兒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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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我也是 我沒事的 我沒事的 寶貝 來吧 我沒事的 我沒事的 你沒事的 我沒事的 你沒事的 娘, 為什麼你來這裡? 我送你回來的, 小君 小君?他在這裡嗎?他在哪裡? 不可以讓他知道, 我在這裡 絕對不可以讓他知道 不是, 我一時口快說錯了 他沒來 我… 先坐下… 你可否答應我 以後永遠不要讓我再看到林少君 不是, 我是說你永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 也不要再讓我想起他, 行不行? 好, 我答應你 我會好好保護你, 好嗎? 如果還有, 我會想起他 , 可以將大陸性 iff豬 的話婦會… 要很容易, 到處女兒 我叫你還錢, 你還不還 不過我沒錢, 如果我有錢 我一定還給你的 我看你是不想還的 老闆, 照舊 我沒錢 你想幹甚麼 想走之前吃滿面 你想死嗎 不要走, 你們給我回來 不要走 大哥, 小弟以前做的對不起你的事 得罪了大哥你 是我錯, 你千萬別記起心 老闆, 我開技院是我不對 我開賭場是我不對 我賣鴉片是我不對 我該死, 我犯了 我刀巴以後三個兒子是沒事的 我要改個自身, 我要重新做人 梁大哥, 你就把我刀巴是個屁 放了我吧, 救你 其實我只想吃碗麵 我幫你做… 我…我幫你做 華叔 謝謝 梁大哥 梁大哥, 手勢不好, 請慢用 我不妨礙你們兩個聊天 梁碧 梁大哥, 你剛才用的是什麼功夫 華叔 應該是師公正的阿牧 我說過了, 我沒有用詠春 不見你這麼久, 去了哪裡? 到處去, 想想自己的路怎麼走 想到沒有? 想到了, 不過不說你自主 麻煩你替我跟死文台說話 要他上去的話, 叫他先回佛山 你還沒打算回佛山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知道 師公 打過你這麼久,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爹 不管你什麼時候回佛山也好 看見你爹的, 幫我交給你 就說我給他就行了 知道 如果我爹要你一半就好了 我爹要你一半就好了 你有沒有生過我, 好嗎? 從來都沒有 保重 好嗎? 誰打成你們這樣的? 梁…梁…梁碧 碧少 碧少 碧少… 碧少 碧少 華叔 華叔, 碧少呢? 你走了 走了? 你走了?為甚麼? 為甚麼可以回來就走? 阿叔, 你說吧 梁讚這個兒子 真是眼鏡都沒人有 難道小饅頭 真的不值得他留戀嗎 我說走就走, 都不跟我說一聲 算了, 小饅頭 梁碧的日子是怎樣 其實你應該最清楚 他選擇不跟你說 都是因為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你 阿叔, 我應該怎麼做 算了, 別這樣 阿叔 傻丫頭, 別這樣… 阿叔… 阿叔… 周陽好, 走吧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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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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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嗎 我已經查過所有運輸公司和火車站 都沒有他的消息 那他會去了哪裡 你別這麼擔心 碧少爺有手有腳, 武功這麼好 沒人傷到他的, 他傷人差不多 我最怕有兩件事會發生 你真的去哪裡都找過了 怎麼回事 沒理由 一個星期了 他沒有離開香港 又沒有回華叔 他會去哪裡呢 碧少爺他自己的一套 我們正常人怎麼會想到呢 對了, 小文頭 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甚麼事 我…我看駱口福生意這麼好 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 想開一間飯店 這些事, 你自己拿主意 駱口福跟你一人一半 開飯店這麼大的事 我一個人怎麼能決定 大寶, 你也知道 我當初想開這間店 是因為不知道 碧少要留在香港多久 現在他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既來之則安之 你這麼緊張, 還是沒用的 我也知道 所以我在考慮 我是不是要回去佛山 回佛山 那…那些生意怎麼辦 現在的生意穩定了 有你一個人, 那就夠了 小文頭, 其實你覺不覺得… 你想說甚麼 是這樣的 其實我不應該開口 但是整天我看見你受微虎面 我心裡又很不舒服 小文頭, 其實你別怪我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 你人又生得漂亮, 又有本事 為甚麼你做所有事都是為了碧少爺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 大寶,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我之所以對碧少爺這麼好, 是因為… 我知道 是因為他爹對你有恩 這是上一代的事 你對碧少爺這麼好 好, 要還多少還清 為甚麼你不考慮一下 放棄以前, 重新開始 你也要為自己著想一下 況且, 碧少爺又對你不好… 大寶, 你別再說了 小朋友, 我回來了 小文頭, 真乖 坐下再說 你們有沒有聽爹說 等小文頭姐姐吃飯 有 你們有沒有偷吃呢 沒有 好, 吃飯 吃飯 大寶, 為甚麼 今天請我吃飯 沒事, 再來搬新屋 請你再來吃一頓飯 當是跟這間屋戰行 你要搬屋嗎 對, 最近賺多了錢 他們就越來越大 那就搬新屋 讓他們不用住得那麼辛苦 你很有計劃 有 二寶, 你告訴小文頭姐姐 你明天去哪兒 我明天要上學 上學 真的嗎 看見你過得越來越好 真的替你開心 好心 姐姐 怎麼了 爹說想叫你做我們娘 你有沒有說錯 我…我也沒叫你這麼說 我爹說是我說我 三寶他胡亂說 你不用管他 我去吃飯… 吃飯… 小文頭 麻煩你 如果三寶說的是認真的話 你會不會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就是做二寶三寶他們的…娘 不要再說笑了 不是 我不是說笑的 我是認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和碧少爺差很遠 但是…我一定會對你好好的 我不會像他那樣 一聲不吹地走了 我會一直照顧你 直到你的腦為止 為什麼 為什麼 小文頭 我有的東西全都是你給我的 怎麼做呢? 下口服的生意 和一間新屋子 小朋友可以上學 如果不是你 我現在還有一個擦鞋子 你就當給我一個機會 向你報恩, 好不好 大寶 我知道你對我好 不過…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勉強的 就像我喜歡碧少一樣 是上天注定的 誰都改變不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有時候你會笑我傻 笑我 為什麼一直對他這麼好 其實 連我自己 都控制不了我自己 就像魚 天生需要水一樣 那樣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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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不能重新接受一個人 碧少爺他對你… 大寶 別說了好不好 好 算了 我說一下 你當我沒說過 我進去看看那些孩子 你也要走嗎? 嗯 他阿七的始終良宅年輕 那個老人在想什麼 永遠都沒人猜到 那你可不可以想和叔叔幫忙嗎 打擾了你這麼久 其實我今天來 是特地來跟你說謝謝的 以後你有時間 如果去佛山、小饅頭 一定會招呼你 什麼話 梁碧就像他爸爸 你也跟二通財一彈搭 他這句話都是這麼客氣的 行了, 華叔心靈了 怎麼樣?什麼時候起人了? 明早一早 那你今晚要好好睡一覺 老少爺, 老少爺要小心點 知道了, 華叔 別送了 小饅頭 看見哥哥和爹幫我問候他們 嗯 小饅頭, 你要記住我說的話 我要走了 保重 保重 保重, 小饅頭 春少爺, 早點回來 保重 實在? 照顧 你每個人都走了, 結婚了嗎? 不是, 剛才看到街口燒鵝比機 買了一隻額敬你而已 你幹甚麼?一陣子不見了 你整個人都落盡了 醫院有很多事做嗎? 不是人 不是?不是就有心事了 你們的年輕人 為甚麼無事無故的買一隻鵝比來探望我 況不然又有事想不通, 說來聽聽 沒有, 其實最近醫院有個病人 我想盡所有辦法幫他 但他好像沒甚麼起色 所以就有點不開心 華叔,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做? 原來只是這樣 我記得十多二十年前 阿澤都問過我一個差不多的問題 爹也試過像我一樣 是呀, 我還記得 那時候阿澤剛掛牌做大夫不久 就遇到一個患重病的人 不管阿澤如何治療他, 也治療他不好 還看著他病人, 情況一天比一天差 這樣就很大壓力 就你問他有甚麼辦法治療 華叔, 那你怎麼回答爹 當時我沒有回答他 只是反而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阿澤, 你做大夫的辛苦 吐父, 因為做病人的吐父呢? 有得讓你治療, 而不是讓人治療 已經是你最大的福利了 這樣也不滿意 秦, 所謂醫者父母心 有時候不小心把感情放進去 都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這次你是打孕一齊來的 是要這個本身已經對他有了感情的 當然比面對一般人更難 華叔, 你怎麼會知道呢? 我吃鹽多過你吃米 秦, 有時候做事不用密守成虧 既然正如下不通 為何不適合其他方法呢? 想得到的就放膽去做 知道嗎? 知道了, 華叔, 謝謝你 多喝什麼? 這碗筆不錯, 全都收水了 早安 早安 今天你為何這麼早? 沒有, 我今天想帶你去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去到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興趣呢? 好 跟進來吧 娘, 這個地方很熟 我好像來過一樣 我們還有多久才到呢? 就快到的了 謝謝 你為甚麼帶我來這裡? 芯兒, 其實今天有件事 有件很重要的事我想跟你說 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有病? 你說甚麼? 你一直以來掛在後面的林少軍 他早就已經死了 你答應過我, 永遠都不提他 為甚麼現在又說? 芯兒 芯兒,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我不聽… 芯兒 我不聽 娘 芯兒, 你沒事吧 芯兒 芯兒, 有沒有記住你的事? 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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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兒, 芯兒, 他救我 他…他死了, 少君死了 少君因為救我死了 少君死了 少君死了 少君 媽呀… 院長, 心如他怎麼樣? 他的情緒現在穩定了很多 那我進去看看他 娘, 這件事雖然很危險 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你 乾爹剛才已經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 要不然今天 或許我永遠都不知道 自己有一個這麼可怕的病 心如, 其實病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病人自己想不想好起來 只要多給自己信心 很快就會好起來了 娘 你早就知道我有病了 你一點也不怕嗎? 你忘了嗎? 我是醫生嘛 只是見習而已, 又不是正式的 娘 如果我永遠都無法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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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會不會像現在那樣對我那麼好? 你會不會離開我? 你放心吧 如果這個病一直都不好的話 我會不會像大寶一樣說 我有兩個女朋友, 那就行了嗎? 你會不會離開我嗎? 你會不會離開我嗎? 你會不會離開我hot.? 你父親 你會不會離開我嗎? 不妥的了解 現在雖然已經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但還沒算是完全成功的 我想我還要再研究一段時間 希望梁師傅你可以再忍耐一下 一定… 唐大夫, 這次真是謝謝你幫忙 這道藥方的研究才可以有這麼大的進展 將來, 如果我們研製成功的話 的話, 唐大夫, 你真是居公自食 是, 明白 梁師傅… 發生甚麼事? 不知道, 剛才他在街上暈倒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老爺在配藥, 甚麼叫他? 過來幫忙, 我叫老爺 老爺… 老爺, 有空嗎? 甚麼事?阿翔 老爺, 外面有個病人 有急病等著你去看 我叫爪全華看著他, 你去看看 好, 我現在就來 唐大夫, 你自便吧 好 好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爪全華, 甚麼事? 不知道, 剛才他在街上暈倒 我就背他來 讓他看看 你看看 梁師傅, 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 夫人, 不用緊張 我們老爺有分數了 梁師傅, 他怎麼樣? 我暫時不可以肯定 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回來還好地地 後來他突然說頭痛 然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你老公是不是有吃鴉片的習慣? 梁師傅, 你懷疑他吃鴉片搞成這樣? 誰又在這裡害人呢? 究竟是誰在我們佛山 又賣了這些壞東西? 是嗎? 想不到一回到佛山 就偷偷碰著黑 爹的事後找不到 家裡又欠那麼多錢 怎麼會這樣? 走了一整天, 飯還沒開 不行, 一定要想辦法才行 來… 火機 火機 怎麼吵了半天呢? 怎麼回答也不回答 叫甚麼? 不見我在這裡休息嗎? 要甚麼? 以前, 落口風的人沒那麼兇 不好意思, 以前歸以前 你甚麼態度 我們別去吃, 別去吃 不用付錢 走就走, 還說了這麼多廢話 賺得你們雞水這麼多錢 還要把你們當皇帝一樣服侍? 發神經的 三哥, 你別這樣對客人 我教你, 油豆腐 有錢的客人就要好好招呼 好像他們幾個 每次叫那幾個饅頭和一壺茶 就走人了, 還要怎麼招呼 你… 油豆腐, 現在有錢了 不同了, 做老闆 教我怎麼做事 你別這樣說, 三哥 我也是以事論事 以事論事? 如果不是迫少那件事搞成這樣 我必須在這裡做打雜 想想以前多好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可是我爹叫你在這裡做事 無非也是想你戒賭 還有那個車隊長 弄得我上去也不能賭 那些檔口個個都不讓我進去 幹甚麼, 裝鬼 奈衫? 黑少爺, 很久不見了 你現在有做事嗎? 幹甚麼?笑我嗎? 黑少爺, 進裡面坐吧 奈衫, 好好招呼黑少爺 行了 怎麼樣?吃飯還是搞事? 你吃飯 想吃甚麼? 隨便拿幾個包給我 包? 把你的封信給張局長 隊長 請局長也過來 今天還不清楚? 是 車隊長 梁師傅 怎麼這麼多人來探望我? 我有事, 想請教車隊長 好…裡面請 梁師傅, 既然你問起, 我也不隱瞞你 最近我總結了我們宿毒的經驗 發現我們單憑倒位煙館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的幕後主佬找出來 把這個禍根徹底剷除 那車隊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幕後主佬 究竟是什麼人? 這個人行事非常神秘 我已經派人四處找他 但是到現在, 都沒有頭緒 我這幾天都在為這件事頭痛緊 車隊長你這麼精明, 都束手無策 看來這個幕後主佬一點都不簡單 現在唯一的頭緒 就是這個人的行事方法 跟當年的龍金星不僅相似 而且比他更深狠手難 我前幾天派出的那個人 到現在還沒回來 我擔心已經被他臉口了 聽你這麼說 這個人比起龍金星更加危險 車隊長, 如果有什麼事 要我梁某幫忙, 請你立刻開聲 梁師傅, 你放心 一游小事, 我一定會馬上找你幫忙 黑少爺, 坐了這麼久, 還要什麼? 不用了, 我夠了 不過我想多坐一會兒 想多坐一會兒 那你別妨礙我們做生意 游豆腐, 他吃完東西又不走 他想做什麼? 算了, 三哥 人家剛回來佛山 現在家又變成這樣 心情當然不好 你就遷就他, 讓他多坐一會兒 又得虎 你不說我幾乎不記得 他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拿他的單子過來 幹什麼, 三哥 人家還沒叫他結帳 你快給我, 你別管 我怕了你 屁少爺, 坐可以, 先結帳 我…可以等財叔回來才結帳嗎? 怎麼樣?沒有錢嗎? 等財叔回來就不用付錢嗎? 快點付錢 怎麼樣? 那就是沒有錢嗎? 你知不知道在這裡吃打換飯有什麼後果嗎? 我以前一向都是… 以前還以前 現在這裡落口服是我賴衫作主 知不知道現在這是新規矩 吃飯不給錢就要被人打 三哥, 你幹什麼? 該死的, 有這麼久風流有這麼久接到 三哥, 龍鴨 記不記得以前怎麼欺負我們嗎? 現在好了, 風水輪流轉 三哥 放手 放手 放手, 黑少爺 你不要拉著我 快走… 你不要走, 你快點付錢 快點走 你不付錢, 吃完東西不付錢 你不要走 千萬不要走… 千萬不要走 快點走 大家來看看 當上的龍家大少爺 你給我變得很快 你給我變得很快 太多久了 腳踏… 現在, 你幾乎都在做了 想知道我愛好荒我 但兩個人也要把此東西 走… 都在家裡 湊部分 很多次… 去南齡 你到實際上 我和你相遇在离开之前 看风也飘落在你身边 我爱的脸 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话 就可以分得出他们两个了 如果你和他逛街 突然心如变成少君 发现他自己穿心如的衣服怎么办 我没试过 通常他都是睡醒之后 才会变成另一个人 如果他刚刚穿心如的衣服睡觉 起床之后就变成少君, 那又怎样 你这么多问题,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到时就见过行步 春少爷, 你真偉大 只要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无论你付出多少 你也不会觉得辛苦 在说什么?这么好笑? 没有, 看你们两个这么好 我替你们开心而已 我们两个很好笑吗? 小君, 大宝他没心的 他不会说话 是啊, 大宝本身性格很好 他还收养了几个小孩 是吗? 是啊…我收养了六个小孩 有 那你究竟怎么养他们? 我孤家寡人, 又要搵食 就让他们天生天养 不然又可以怎样 是啊, 大宝 为什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 找个人结婚呢? 哪有这么容易? 又要搵食, 想想就行 也不是 现在你和小曼头跟布头都很好 没有, 应该是时候想想的 原本我有个很好的女朋友 但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为什么? 那个女孩只懂得找个笨 我赚到的所有钱, 全部都给他 之后他拿了我的草气那些 跟那个男人走了 那之后有没有回来? 有, 一年而已 一年之后他回来 不过临走之前 他送了一份礼物给我 礼物? 就是五宝 五宝? 五宝是你以前女平和我的儿子? 嗯 那…他爸爸是谁? 总之不是我 当时我看到他这么可怜 就收养了他 大宝, 想不到你也是这么悲惨的经历 慘不慘就看你怎么看 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一个 又顾家, 对我又好 又喜欢的人做老婆 大宝, 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的 故事很好听 但是, 我不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大宝, 不好意思 小君 小君…你没事吧 娘 我告诉你 以后这么无聊的朋友 我没有兴趣认识 干什么? 没事 我上去一会儿 好啊 好啊 看我 娘, 為什麼你來這裡? 我送你回來的, 小君 小君?他在這裡嗎?他在哪裡? 不可以讓他知道, 我在這裡 絕對不可以讓他知道 不是, 我一時口快說錯了 他沒有來 我… 先坐下…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以後永遠不要讓我見到林小君 不是, 我是說你為我… 讓我一個小小年頭單純如同藥 我知道這樣不和誰比較 煩惱就一筆勾銷 我不是狗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個微笑, 我寧願什麼都不要 心有未了, 愛還難了 我沒有絕招, 只有命一條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裝盡, 只要真逍遙 我要公道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這多少 回報不重要 我要公道 沒有公道 糾纏的感情 難道能夠靠前逗留嗎 難道能夠靠前逗留嗎 明天空地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想帶我去哪裡 沒有, 我看你平時也是一個人 所以想介紹多一點朋友給你認識 待會你就會見到 等等, 那個女人有沒有來過 當然沒有 大寶 好, 春少爺 小君, 我跟你介紹 這個就是我的好朋友, 大寶 你好, 我叫大寶 我叫小君 小君小姐, 幸會… 小君, 這裡就是我經常跟你提起 大寶和小饅頭開的麵包店 他自創了一種麵包叫菠蘿包 很好吃 是嗎? 是嗎? 是呀…我拿點給你試試 來…先喝杯茶 謝謝大寶 有沒有事? 我…我幫你抹吧 我要洗手間 洗手間這邊 好… 張少爺 這些是你所說的第二性格嗎 是呀, 他現在是少君 等一下你千萬別說錯 否則很麻煩 看來好像沒甚麼分別 你當然分不出 好, 心如和少君從小玩到大 興趣和嗜好都很相似 那你怎麼分他們兩個的? 心如呢, 就互潑開朗一點 少君, 少君就民正深沉一點 甚麼深沉活潑, 民正開朗 我可以說, 心如就互潑開朗一點 少君就民正深沉一點 還有, 他們的衣服也有點不同 只要你… 所以我在考慮 我是不是要回去佛山 回佛山? 那…那些生意怎麼辦 現在的生意穩定了 有你一個人, 那就夠了 小饅頭, 其實你覺不覺得… 你想說甚麼 是甚麼 是這樣的 其實我不應該開口 但是整天我看見你受微苦面 我心裡又很不舒服 小饅頭 小饅頭, 其實你不要怪我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 你人又生得漂亮, 又有本事 為甚麼你做所有事 都是為了壁少爺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 大寶,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我之所以對壁少爺這麼好 是因為… 我知道 是因為他爹對你有恩 這是上一代的事 你對壁少爺這麼好 要還多少還清 為甚麼你不考慮一下 放棄以前, 重新開始 你也要為自己著想一下 況且, 壁少爺又對你不好… 大寶, 你別再說了 小朋友, 我回來了 小饅頭, 真乖 真乖 坐下再說 你們有沒有聽爹說 等小饅頭姐姐吃飯 有 你們有沒有偷吃呢 沒有 好, 吃飯了 吃飯 大寶, 為甚麼 今天請我吃飯 沒問題 沒問題, 再來搬新屋 請你再來吃一頓飯 當是跟這間屋戰行吧 你要搬屋嗎 是啊, 最近賺多了錢 他們就越來越大了 那就搬新屋, 讓他們不用住得那麼辛苦 你很有計劃 有 二寶, 你告訴小饅頭姐姐 你明天去哪兒 我明天要上學 上學 真的嗎 看見你越來越好 看見你越來越好 真的替你開心 姐姐 怎麼了 爹說想叫你做我們娘 你有沒有說錯 我…我也沒叫你這麼說 爹說是我說我 三寶她亂說而已 你不用管她 我吃飯… 吃飯 吃飯 謝謝 如果三寶說的是認真的話 你會不會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就是做二寶三寶他們的…娘 不要再開玩笑了 不是,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認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和碧少爺相差很遠 但是…我一定會對你好好的 我不會像他那樣 一聲不吹地走了 我會一直照顧你 直到你的腦為止 為什麼 華叔 華叔, 碧少爺呢? 他走了 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他回來就走? 阿叔, 你說吧 梁鎮這個兒子真是眼鏡也沒人有 難道小饅頭真的不值得他留戀呢? 他說走就走, 都不跟我說一聲 算了, 小饅頭 梁鎮這個兒子是怎麼樣 其實你應該最清楚 他選擇不跟你說 都是因為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華叔, 我應該怎麼走 算了, 不要這樣 華叔 傻女兒, 不要這樣… 華叔… 華叔… suspect 他一定會回來的 verste被抓住, 他 soc 誰oc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了嗎 我已經查過 所有運輸公司和火車站 都沒有他的消息 那他會去哪裡 你別這麼擔心 碧少爺有手有腳 又這麼好武功 沒有人傷到他的 他傷人就差不多 我最怕有兩件事會發生 你真的去哪裡都找過了 沒理由的 一個星期了 他沒有離開香港 又沒有回華叔 他會去哪裡呢 碧少爺他有自己的一套 我們這些正常人 又怎麼會想到呢 對了, 小饅頭 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甚麼事 我…我見駱口福生意這麼好 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 想開一間飯店 這件事你自己拿主意吧 駱口福跟你一人一半嘛 開飯店這麼大件事 我一個人又怎麼能決定 大寶, 你也知道 我當初想開這間店 是因為不知道碧少 要留在香港多久 現在他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既來之則安之 你這麼緊張也是沒用的 我也知道 順月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 也不要再讓我想起他, 行不行 好, 我答應你 我會好好保護你, 好嗎? 你不叫你還錢嗎?你還不還嗎? 不過我沒錢嘛 如果我有錢, 我一定還給你的 我看你是不想還的 老闆, 照舊 好嗎? 我沒錢 你想幹甚麼? 想走之前吃滿面 你想死嗎? 你還沒有想幹什麼? 你還要死我 你也要死你 你也要死我 你還要死我 你沒有死我 你還要死我 我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 得罪了大哥, 你是我錯 你千萬別記起心 我開妓院是我不對 我開賭場是我不對 我賣鴨片是我不對 我該死, 我犯了 我到巴以後三個兒子是沒有死 我要改個自身, 我要重新做人 娘, 梁大哥, 你就把我刀疤是屁一樣 放了我, 救你 其實我只想吃一碗麵 我幫你做… 華叔 謝謝 謝謝 梁大哥, 手勢不好, 請慢用 我不妨礙你們兩個聊天 梁碧 你剛才用的是甚麼功夫 華叔 應該是師公正家務 我說過了, 我不會用詠春的 不見你這麼久, 去了哪裡? 到處去了, 想想自己的路, 怎麼走 想到沒有? 想到了, 不過不要再接著 麻煩你幫我跟死文樓說 要他上去的話, 叫他先回佛山 你還沒打算回佛山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的事我也知道 師公 打過你這麼久,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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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謝謝 你有沒有生氣過我嗎? 從來都沒有 保重 謝謝 誰打成你們這樣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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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說到… 莉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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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